人们的足迹遍布各地,但是有一些地方无人能参观 有些地方因为太危险了,而有些地方则因为特殊原因 所以本期大可看经文话题,9个无人可以参观的禁地 胆子肥到,可以来感受一下 位于德里西南仅100英里处的班加尔堡 竟然被当地人流传恐怖的故事 城堡废墟与附近沙漠景观相应,看起来越发神秘 如今这个地方是一个考古遗址,也被称为鬼屋 传说是一位巫师被当地公主拒绝后,便心怀不满时宜诅咒 时至今日城堡仍有警告标示 太阳下山后任何人都不得进入 紫金城 紫金城宫殿建成于明永乐18年 也就是建造时间为1406年至140年 紫金城现存宫殿980余座 城外有宽52米的护城河 是如今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 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 但是,稀奇古怪的恐怖故事 往往以验伸人静的紫金城为背景 而官方所公开表示,这是子虚乌有 北少滨岛 北少滨岛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 它的面积大约为60平方公里 仅相当于80个故宫 这个岛上的土著哨兵人已经在这里身存了6万年 这些人与世隔绝 别说是互联网和手机等科技产品 他们甚至连自己所属的国家印度都不知道是什么概念 但市区的外界怀有强烈敌意 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 直升飞机向北少滨岛投放物资 但将来的却是哨兵人的愤怒 足以可见这个地方多么危险 秦始皇陵墓 秦始皇陵一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每个陶俑都具有独特的风格 与迥异的五级配备 据说这是由挖井的农民发现的 但是秦始皇陵至今尚未全部发掘 考古学家认为 该陵墓延免56平方千米 共包含各类陪葬坑约有600处 但是因为土地被检测水银含量超标 所以挖掘的计划被取消了 仁德天皇陵墓 仁德天皇陵位于大阪府 是一座前方后远的巨星陵墓 从高空俯瞰 方形与圆形相结合的特殊形状 就像是钥匙孔 这座谱坟全长达486米 一直施行全封闭管理 有客余虑都只能在外面观赏 即使是考古学家也无法进入地灵 据说这是单星陵墓打开后 里面的文物会被瞬间养化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